今天有场告别式让人很难过 那就是被酒驾难撞死的台大医师曾玉慈 今天好多亲友陪他走完人生的最后一程 他的老师台大医师柯文哲 希望他的牺牲能够转化成防治酒驾的正面力量 当然最难过的就是曾玉慈的丈夫跟母亲 他们希望外界能够更明白玉慈的好 在凡数的眼光来看 我想要爱都不见得有机会了 我比大家应该更了解玉慈的好 所以我更放不下 我会一直觉得他就是在我心中在我身边 谈起爱妻曾玉慈已经离开人世 曾玉慈的丈夫说到伤心处难言悲伤 15号下午在曾玉慈的追思会上 亲友们默哀一分钟追到曾玉慈 他的母亲仍旧忍不住落下眼泪 曾玉慈的老师台大医师柯文哲出席追思会 谈起曾玉慈的为人柯文哲说他是一介典范 却因为酒驾者肇事痛失爱徒 让柯文哲有了成立基金会的想法 悲伤以后我们会替他做一些事情 我觉得我们要替他 因为他的牺牲还是要在台湾社会留下一些东西 所以我们有在考虑那个酒驾防治基金会 不过我们那个还在筹划 15号上午曾玉慈的告别室 在殡仪馆举行气氛肃積 肇事者詹正山一早也悄悄出席致哀 躲避媒体追问詹正山快步离开 因为酒驾肇事赔上一条人命 也让台湾社会痛失一位认真努力的好医生 每一天在这里 永远永远有家的感觉 Udentv综合报导